疫情持续发烧 民众天天在排队买快筛计 但就在这时间点上 网络上竟然出现这样的贴文 直指中央征收台北市的快筛计送到了高雄 还把6号的一场车祸给扯了进来 当时货车在5万快筛计 结果追账翻车 工程车车头被撞烂 地上还留下长长的刹车痕 酿成两人死亡 高雄行大侦办 10号通知到一名理性男子到案 全案依法送办 结果现在被起底 这名嫌犯是双核医院的麻醉科医生 网红四叉猫透过发文ID巡线找到人 发现这名理医师 台大医学系毕业 过去曾在台大医院 台大新竹分院 以及大林慈激医院认职过 专长是一般麻醉 神经阻断术 以及一般疼痛治疗 双核医院也发出声明 证实这项消息 但强调他平时工作正常 但这回的言论影响到医院生育 即大过处分 如果履券不停 最严重考量不续品 这个个案在网路上面的发文内容 恐怕已经涉及了散播疫情谣言 或者是不实的讯息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最重的是可以依法罚300万元 我觉得是非常的恶劣 我希望这位理性的医师可以公开道歉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开炮要求公开道歉 救人的白袍医生如今要上社会版面 还得面临刑则恐怕有损意识形象 TBS新闻 林美吴欣燕 新闻市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